最近天氣這麼熱 應該有不少民眾想解有刮沙 來解丟刷之苦吧 不過要是三天亮頭 就覺得中暑了想要刮沙 要小心可能是瓶血或其他免疫力問題 開業眾醫師吳明珠說 人的背部有許多重要經絡 如膀胱精、毒脈、花拓家計等血尾群 經絡上的蜂門穴、大椎穴、高荒穴等穴位 也都對應到身體許多脹腑 是身體的散熱大本營 刮沙的原理就是藉由刺激這些經絡穴位 引導血流達到散熱效果 刮沙在夏天我們常常用在這個中暑 但是都要騙症 如果你常常在中暑 那就常常刮沙 吳明珠指出中暑分為陽暑和陰暑 陽暑這主要是在烈日下曝曬 像是跑馬拉松或是戶外勞動造成的體溫升高 陰暑則是只待在冷氣房內 體內熱氣排不出去的患者 有三高問題或貧血患者 由於身體本身的氣血循環較差 也比一般人容易得到因素 通常這個跟體質 然後有的氣血循環 或者是有其他的病狀況 還是要給醫師好好的在檢查檢查 以免有其他不是我們一般說的 而不是中暑這個問題 醫師建議頻繁刮沙的民眾 可以先和醫師找出根本原因 調理體質改善中暑頻率 另外施疹、高血壓、血友病、癲癲等疾病患者 刮沙可能會假腫病況 建議盡量避免刮沙 老燕 怎麼能不看蘋果台 蘋果台全新上線 6月18日參考看看